铁岭人杰地灵,人才辈出,多少年来,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无数风流人物,《红楼梦》后四十级的作者高厄,南七北里的李成良,共和国总理周恩来。 赵本山口中的大城市称号,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恰如其分。 因为真正的大,不是成见规模,不是GDP,而是文化。 今天说说铁岭的秀峰塔,我国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一种高耸的古代建筑物,塔,它们丰富多彩,点缀着河山景色,有的已成为一个地方的标志。 塔是宗教建筑物,我国建塔是从佛教传入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。 佛教源于印度,塔也是从印度传来的。 塔的作用主要有四项,一是登高望远,二是瞭望敌情,三是隐行引度,四是地区象征。 秀峰塔就是铁岭的象征。 秀峰塔位于辽宁铁岭市内的龙首山巅峰,原名秀峰四塔,该塔建于明洪至两年,也就是1489年,距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。 秀峰塔由当时的信式高景赤字建立,为秘延式九级八角八面石心佛塔,为砖石结构,底座高约三米,第一层八面各有座佛一尊,有国泰民安风条语顺八个大字,各脚上有寿头和风铃风铭中绩72个。 阵阵微风吹来,塔铃叮咚作响,优美动听。 该塔铸成55年后,即嘉靖22年,由高景的后人出资进行修缮。 再后来随着该塔年久失修,在宁远博辽东总兵李成良的授意下重修。 清末明初,秀峰塔又严重拨石,民国初年由民间集资再次修整。 距秀峰塔东侧十五米的民国建筑洗心亭,彩绘化染,明游鲜艳,是一处六角蜜岩式建筑。 亭内有陀龙陀石碑,下课碑文继续着秀峰塔和洗心亭的史实。 亭上的建帘室,此地风光圆秀美,出山泉水总成青。 站在亭内东关,柴河从群山叠翠中而来,沿岸青山环绕,古树参天,稻田翻绿浪,柴河两岸无际的田野尽收眼底。 希望辽河,泛波,壮若飞龙直下,起伏蜿蜒十余里。 浸跳山上绿草如荫,桃杏芬芳,争齐斗艳,难见六角造型粗犷美观的低翠亭。 万山迭起碧波,荡漾爽气近飞来,环抱辽河新区高楼林立,沿河美景美不胜收,这一人间美景使人心旷神仪留恋忘返。 1988年秀峰塔被列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。 凉水河流仪式消沉都袭去,万山迭起十分爽气近飞来。 美在秀峰塔,美在大铁岭。 美在大铁岭。